这是航天员正在使用人音全景相机 捕捉太空工作生活的移居体验和感受 这是航天功效团队研究的课题 以此评估长期飞行航天器的世人性水平 航天员载轨两个月期间 除了要对天河核心舱组合体进行管理和日常照料 还完成了航天医学领域14个项目的第一轮数据采集 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实验等任务 神舟12号称组也已经驻留了两个月 核心舱组合体载轨运行正常 平稳 密封舱内的大气压力 成分以及温湿度控制都正常 水的回收和净化也是正常的 水的物质流已经基本稳定下来 后面我们即将开展第二次的出舱活动 针对第二次出舱活动 航天员已经进行了一周的载轨训练 8月16号航天员与地面进行了出舱程序演练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航天员中心的航天员知识大厅 从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 航天员正在与地面进行第二次出舱活动的程序演练 通过这样的一比一的全流程的演练 来验证出舱活动的程序的正确性 同时也进一步来加强天地之间的协同配合 特别是三名航天员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在第一次出舱活动的基础上 各系统进一步优化完善了出舱程序 由于执行出舱任务的航天员做了调整 因此航天员对舱外航天服的尺寸进行了调节 更换了手套型号 补充了舱外航天服携带的消耗品 按照整个出舱准备的计划 一方面是对舱外服进行全面的检查 里面包含了舱外服整个夜路系统 气路 电路 通信等等各大系统的这种状态 全部进行复合确认 截止到他们出舱之前 他们会按计划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准备到位 据了解 执行出舱任务的航天员 除了正常的锻炼以外 还要进行运动废功能的检查 以及尿常规测试等工作 确保良好的身体状态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也调配测控网 对空间站组合体 线长 Novey 熙 熙 是